就是我們從目前蘇東坡所寫的 前赤壁戶看起來他是寫福海之一述 那這個滄海一述其實蠻早 大概南宋開始的文集就是所謂滄海一述 那後來的赤壁戶的版本 在書法上的版本也大部分都寫滄海之一述 那至於為什麼蘇東坡寫福海之一述 只能夠說他當時的 就是說他當時寫這一版的時候的版本 就是所謂的福海之一述 那也有學者認為說 他是不是後來他把它改成滄海之一述 也有這種說法 那也有人認為是後面的文集在 在做的時候超錯了 把它超成滄海之一述 所以但是目前看起來都還沒有定論 就是大家都還是在爭議中 那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看原作 因為這一件是蘇東坡親自寫的 也就是他做完赤壁戶的隔年就寫了這件作品 那我們只能夠證明說 他至少再寫完到隔年 他的心中還是想要寫福海之一述 那後面有沒有改就沒辦法確定 對